这一位66岁的慈济志工黄景丛 他曾经担任航空公司的业务主管 12年前他参与了水灿精脏演艺之后 和太太一起入宿 也一起投入慈济担任志工 5年前他主动担任读书会的导读 在佛法的讯号之下 他开始修改习气 也懂得放下身段 个性也变得温柔随和 导读佛法经典黄景丛 总能信手拈来化繁为解 承担任务已长达5年 佛法这个部分还是蛮 跟生活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说大家尝试一下 每次来这边帮我们导读的时候 他都会加强一些上人的法 有时候我们有问题 他也会慢慢的分析讲给我们听 我们虽然自己都读过了 听过上人开诗 但是来到这边发现 他会归纳同整 然后很快的抓到重点 要证任佛法导读 在试前要下足功夫 物理个章节就准备两三个小时 不同的地方我就去查网络 然后大家共同研读 他以前不会说坐下来读书 但是他自己承担我们这里读书会 还有我们社区的导读 他就会很认真一直都在读书这样 曾在航空公司担任业务主管 习惯发号施令的他 退销加入慈悸后 学会缩小自己 佛法生活化 就让我们的心情会比较沉定 他现在比较水河 以前他比较属于孤僻的人 但是现在就觉得还不错 他都会跟人家聊天 他早期也是一个主管 所以这个习气是一定多的 他的改变很多 喜爱摄影的黄景丛 也经常为社区活动拍照记录 往后继续发挥良能 为慈悸留美善传善法 大爱新闻悬林香红树 高雄报道